我们刚刚说 探解课我们讲说7++的意外处理 它就只有三个关键词要记住 一个是try 一个是throw 一个是catch 所以在try里面就是我们要运算的程式 如果说一旦我们程式在写这一天算的时候 觉得某些部分可能觉得会有错 就throw丢出一个意外的变数 然后catch这边会根据不同意外的形态去做分类 然后去拦截那个错误的讯息 然后在这边刚刚讲的这个例子 我们是用A跟B相除的例子 如果A跟B在相除的过程中 如果B为0的话 我们可以丢出整数的意外讯息 也可以丢出字串的意外讯息 然后这两种不同意外讯息会被 比如说catch人之后 假如我丢的是整数 就会被整数这边所拦截到 如果这边丢的是自传 那就会被自传这边的catch的部分所拦截到 如果都不属于这两种形态 就会被点点点try所拦截到 这是我们刚刚讲那个catch里面 意外处理的预防 那我们回到上次的例子